好 手掌 OK 好 那我們議程即將開始 那我們就是 這一場議程是 Pichu Chen 他主要是要介紹 從網路到電路的結合 就是和HTV和Weselfo去控制 插座電路的部分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的Pichu OK 好 就是我是Pichu Chen 然後 對叫我陳皮球 然後就是用這個ID Facebook找我 應該就找得到了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從網路到電路 就是用我們熟悉的HTTP 加ISTFL的設計 然後做成一個可以控制的插座這樣子 好 那首先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紹 我是 我之前是中山大學 我會輸在推完協會前會長 然後目前是 資訊工程學系的系王冠 對 然後我們現在的團隊叫做TIH 然後 那我們現在介紹 那個 我們學校中山大學 對做一下廣告 我們學校是在高雄 然後是一個 依山半海的學校 然後偶爾會看到猴子這樣子 然後 校風的話其實還算自由啦 對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系 資工系 中山資工的話 如果說要講特色的話 我們討論出來的結論 應該是他推徵的時候 不看國文 這一點我最開心 對 他推徵的時候沒有看國文 還有就是他跟其他學校比起來 我們系上沒有化學 就是物理不會化學 所以變成說 我們其實比較重視資工系 它的城市的部分 對 然後 再來接下來是CDPA CDPA CDPA大肯這邊就有些人有聽過 對 那CDPA是中山大學的宿舍推廣協會 我們是目前 全台灣塑果僅存 還是 完全由學生自製的宿舍網路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學生 我們自己會去 下去 Config Switch 下去對Louter 進行Screping 或者是我們有新的技術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管說 上面長官 覺得說 這個要推進去寫程式好麻煩 不會 我們是有興趣 那我們就把IPv6 或者是自動網路設定這些東西 給把它持做出來了 所以假如說是 對網路十分有興趣的同學 那也歡迎來 報考中山大學這樣子 對 就是你可以去玩到一些 很實際網路上的東西 就 像是你網路上 你的數碗可能有問題了 你是可以自己知道說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而不是打電話過去寄眾 罵說 寄眾的人 這樣子 那 接下來就是介紹我們 我們是TIH TIH TIH 是Taiwan Intergenerate Hope 然後叫做台灣智慧家庭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把家中的雜事 做自動化 那智慧家庭的話 可能大家聽過的印象 就是可能在學長姐的專題 他就是說 像是我們可以自己去做醫療保健 然後自己去開關怎樣的 對 那像是重開關 這是智慧家庭的一環 然後自動沖水 像如果有去日本玩過的同學 那就知道日本有一個東西 它叫做免治馬桶 那可能就是 你不用去手去按沖水的那個按鈕 你只要人站起來 它感應到你人不在馬桶上了 它就知道 該沖水了 它就把水沖下去了 就像這種東西 然後還有 它可能還可以有比較附加的功能 例如說我可以自動去跟醫療餘 或者是跟健保取得你的一些資訊 那醫生就可以 把這個人的一些資訊 例如說要幾點幾分 要吃藥那一些 丟進系統裡面來 那我們就可以提醒家中的長輩說 欸你有沒有吃藥 或者是 你今天中午的藥到底吃了沒有 對 那好 那或者是說可以來記錄一些健康資訊等等的 就是 總規劇就是 就像是有一個無所不在的管家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智慧家庭這個東西的話 感覺不是好像很多很大的產牌 都在搞智慧家庭了嗎 好像聽到說Panasonic啊 或者是 像是中華店什麼 都在搞智慧家庭了 那我們這樣子搞還有什麼屁用 對 只要我們發現的問題是在於說 你不同廠商的產品 你其實是很難整合的 如果說你今天買了一個智慧冰箱 它會要你去安裝一個APP 然後你再去買了一個智慧電視 它又再要你安裝一個APP 然後你又再去買了一個冷氣 那你又得到一個冷氣的APP 所以那你的手機就會充滿了各家產牌的APP這樣子 所以你的各家的產牌 會變成說你沒辦法去整合它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把它做一個整合 好 所以 我們假如說可以用軟體的方式 把它生成一個控制介面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我們最熟悉的 像是PHP啊 Python啊 或者是Ruby這些東西 然後對它去下HTTP的控制指令 那我們就可以去控制這個硬體了 好 那今天就是我們在整個先前做專題的過程中 我們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以最簡單 這個問題我們把它縮小到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有點像是Hello World的這種感覺 也就是開燈關燈 對我們認為它是智慧家庭中的Hello World 那然後我們會講說那我們要怎麼做到開燈關燈 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首先 這是一個國小二年級的電路 可能大家看到這個電路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說有一點那個惶恐 到底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就介紹一下 首先這個電路目前是關燈的狀態 然後這樣子開燈 這樣才有關燈 再來開燈 這樣大家看得懂吧 會有在動的兩個元件 再來一次喔 這樣子關燈 然後這樣開燈 OK 還要再一次嗎 關燈 開燈 好 那 這邊就是我們常見的幾個東西 這裡是燈泡 就是開燈關燈的燈泡 然後這裡是我們手會去按的地方叫做開關 然後再來是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很重要的東西 它叫做電源 對 那電源的話它會經過開關 開關它是通路的狀態 那燈就會亮 開關它是閉路的狀態 燈就會亮 那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很明確 就是我們要讓這個開關 可以被網路 被Internet 可以控制它 好 那 首先講到網路 那我們就是把我們CDPA的那個基礎網路概論 濃縮版 講一下 對 我們 像是我們在講那個網路概論的話 是我們CDPA中立行 每個學期我們至少都會排斥網路概論 畢竟你網管你不懂得七成 那你跟人家說你是網管 那個出去會被人家笑死 所以我們會講 我們待會會稍微講一下網路概論 只是 我不會去講到這麼詳細 因為這是教科書上面的內容 假如有興趣的話 自己翻一下書 OK 我們會講的是 比較實際上 目前真的在跑的 叫做TCPIP的這個模型 首先我們先從實體層開始講 實體層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 光纖、雙腳線、無線 這些東西就是實體層 那再來比較活一點的東西 就是 鑒於人節有一個人寫一個RFC 叫做非歌傳輸 這個歌子拿著一張紙片 然後從一個地方 飛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這隻鴿子就是實體層 對 你把紙條從一個同學的位置 傳到後面一個同學的位置 那你這時候就是這個網路的實體層 接下來是支聯層的部分 支聯層的部分 它主要是去協調所有的東西 在兩個端點之間連接 它會不會的訊號發生問題 像是我們常聽到的Wi-Fi 或者是比較不常聽到的CSNA CD、CSNA、CA 這些都是支聯層的東西 它主要是要協調說 你看像會產這麼多台筆電 到底哪一台筆電要先說話 哪一台筆電晚一點說話 要怎麼樣去調整 那這樣子大家的頻寬 才可以到最好的利用效率 這是支聯層要去探討的問題 接下來是網路程 網路程要探討的問題呢 則是我要怎麼讓這個Internet 能夠把風包從一個地方 順利的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我要只能讓這個風包從台灣 可以到達美國 然後再從美國再連回來 這是網路程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是傳輸程 傳輸程的話就是 我們會聽到說像TCP、UDP 那這個地方它只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去確保所有人的風包 它不會Lost掉 它可以照順序傳到對方去 然後 正在實際應用的時候 我們幾乎也只有用到上面這一層 應用層 應用層 應用層的話就是像是HTTP 我們現在在寫Node.js 在寫PHP 在寫Ruby 基本上它靠的都是用HTTP進行傳輸 然後我們在寫一個網站 那個也是叫做HTTP 然後再來除了HTTP以外 還有像是TailNet VBS這個東西 對,這是比較舊的 然後 再來還有比較新的像是Bitcoin Bitcoin它本身不是走HTTP 它自己有它自己P2P的架構 但是假如說你可以去摸手 Bitcoin它的Portcode之後 那你也是可以利用它的Portcode下去 開發你自己的APP 對 然後還有像是大家在用的遊戲這些東西 可能大家有用比較特別的方式在玩神魔之塔的 就知道它是用什麼Portcode的 對 那這樣就可以去開發自己特別的神魔之塔 對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講完網路之後 我們就開始切到電路了 就是切到電路的話 我們當然不能夠直接把剛剛110V的東西 直接插到我們網路口嘛 這叫網路終結者 對,這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把網路的部分我們只要切成 這邊幾個部分 首先是進來的網路 雙腳線或者是你的實體層 你要拿無線接進來 或者是手機的3G信號接進來 然後切到控制晶片 接下來控制晶片把它轉成0和1的數位信號 然後再把它轉換成控制電路 控制電路它最後再去控交流電 好,這是我們主要的架構 好,首先在控制晶片的部分 控制晶片的部分我們研究過之後 比較推薦的入門是這兩個 當然你自己要去用8051 兜兜兜兜兜兜 那個也是可以辦到的 只是那個真的有一點難 我們不是很熟 所以我們是拿我們比較熟的兩個來用 首先第一個是Archino Archino它的優點就是它的入門資金很低 你大概430塊 在高雄的建國商場 或者是台北的光華商場都買得到它 大概430塊你就有一張Wuno版了 只是你還要再另外再去補一個網路的模組 然後這個網路的模組 你可以用Wi-Fi模組 或者是有線網路的模組 看你喜歡用什麼樣的模組 然後它的微控是ATMega的328 然後它中央27K 27克 對 然後要特別提醒的一點是它的RAM十分的低 你可以挑戰什麼叫做極限的寫程式 它的RAM只有2K 大概是你開完個Array 然後再推一下 然後就爆了 而且它爆了 它也不會告訴你它淡掉了 它就是 欸奇怪為什麼我剛剛收到的封包 它又不小心又發出去了 而且兩個還長得一模一樣 對就是會莫名其妙 然後再來是Respan PI Respan PI到這個是強力推薦說 你有Linux使用經驗的同學使用 為什麼 因為它上面可以跑OS 但是不能跑Windows 所以假如說你會用Linux的話 會寫Fison 會寫Pell 那你就可以用Respan PI 這樣子對你來講 你會比較開心 對 然後它內建就有有線網路 然後它有幾個USB Port 所以你也可以用大概300多塊 去買一個簡單的USB網卡插上去 那你的電路就可以支援無線網路了 然後 因為它是可以跑Linux的關係 所以它在支援SSL也會簡單一些 然後一組弄起來大概是兩三千塊 然後它CPU主要是ARM 然後耗電比較高大概3.5瓦 這是官方數據 然後重量是47.6克 好 那首先我們介紹到Arduino的部分 Arduino的部分上面這一排 是數位信號 數位信號的話 它可以設定成輸入或是輸出 輸入的狀態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配合它一些模組 去做例如溫度偵測的東西 輸出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你網路上的訊號傳出去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再來是它這邊是Type-B的一個USB的頭 那它是拿來做電源的 它可以拿來做電源輸入 不過我們比較多是拿來做燒錄程式 然後像是我們如果用8051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自己去Build 8051的那個環境 會很頭痛 然後用Arduino的話 用這個環境就相對變得很簡單的這樣子 然後突然這條線 是你在買Arduino版的時候 它就會附贈給你 然後這邊它也是另外一個供電 然後我們其實不常用這個東西進行供電就是了 然後在這一個區塊是跟電力有關的 那假如說你不喜歡用這種供電 你也不喜歡用USB的供電 那你可以就是直接插它兩條線 一條接地一條直流電 那這樣子它就可以直接輸入了 然後再來通電之後這個LED燈它會亮起來 你都知道它有在亮了 之後Arduino這個東西推薦給初學者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它有一個很現成的IDE 所以像是我們去開發Android的 手機那個Android的 它要先去下載Clips 然後你要去把環境弄起來 有時候那個環境你去用半天會用得很麻煩 可是Arduino不是 Arduino是 你就是它的IDE你都把它下載下來 甚至它裡面 你把它點下去它有一大堆範例 然後你就再有範例按下去 然後打勾按一下 燒錄按一下 然後這個電路版就可以用了 十分的快 好 然後介紹完Arduino之後 換來介紹Raspbian Pi Raspbian Pi的話 其實它的整個架構複雜很多 然後它就很像只支援USB供電 然後另外就是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玩Raspbian Pi真的是要有一點點財力 就是它的輸出的口是HDMI的那個介面 所以因為我那時候拿到之後 發現它直接HDMI超窘的 我知道去買一個HDMI線一條幾百塊 對然後再去換那個螢幕 當然可能是個藉口這樣子 好 然後在這邊它是有一個SD卡 看得到嗎 看一下雷射筆的痕跡 大概是SD卡 對 好 這邊的SD卡也是要考量的成本之一 然後主要是這個SD卡會當作它的硬碟 所以在寫程式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要太頻繁的去讀寫硬碟 因為SD卡的寫入效能真的很差 然後再來是它的LED們這樣子 然後再來這邊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怎麼把它轉變成數位信號的部分 就是利用這邊的GPIO 這邊GPIO的表在網路上通通查得到 Raspbian Pi現在我就只有一個版本兩個版本 所以幾乎都是這個表 一模一樣的表 所以你就基本上 甚至你可以偷懶一點 就是拿人家網路上已經畫好的那個 哪一個Po插哪一個Po的圖就起來插 那這樣它就會用 可以用了 然後在寫程式的部分 它是用RidingPi這個韓式庫 來寫GPIO的程式 好 那接下來我們變成010的數位信號之後 我們就進到控制電路的部分了 控制電路的部分 就是大家可能看到這個圖 馬上眉頭就皺起來了 怎麼辦 電子學還沒修過 還被淡了一兩次這樣子 對 所以這邊大概講解一下 控制電路這是怎麼回事 首先在這邊左邊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三個 分別是VCC GND 以及Input Input就是我們進來的數位信號 1代表開0代表關 就很簡單 1代表開0代表關這樣子 然後VCC的話是這一個 整個電路的 它的需要工作用的電壓 然後GND是接地 基本上你就是對準 Arduino它上面也會有VCC 可能是5.5V 然後GND接GND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 這邊是最重要的東西 它叫做計電器 計電器它是做什麼的 計電器它主要是一個開關 它可以利用電 自由電過去的時候 它會在這邊線圈產生一個磁場 磁場會把這一個鐵片吸過來 或者是推過去 那推過去之後 那這邊的交流電 它就會呈現通路的狀態 那這種人會替它啪一聲 那啪一聲之後 那這個電路就可以用了 像計電器這個地方的話 在高雄是在長明街可以買得到 然後在台北 然後我覺得是光華商場 四樓五樓 就是比較少去灌的那個地方 會買得到 然後一顆也是大概很便宜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電晶體的部分 這邊主要是 把計電器做小電流 然後切到大電流的使用 之後 假如說這邊 你真的是不是很想弄懂 因為我很努力解釋 給我們另外一個組員 對 十九表示 你如果真的不想弄懂的話 那你可以去買一個這樣的模組 大概一百九十塊 對 如果你真的剛剛那個聽不懂 然後你也真的很不想去搞懂它 那你就是買一個這個模組 一百九十塊 那你就是 VCC接上去 GND插上去 然後剛剛的 input插上去 之後這邊 三個 然後其中兩個去插交流電 那剛剛的東西就完成了 好 然後再來是 RST和JSON的部分 為什麼要用REST4和JSON 好 那主要是 REST4和JSON這個組合 其實已經是個很常見 很常見的組合了 假如是第一次 開 剛接觸網頁設計的話 還是在幫戲上寫網頁那個階段的話 那其實可能不會去 注意到這麼多 可是 就是你實際上去做專題 例如說你用到了Google Map 或者是去用到了一些Twitter API Twitter 然後或者是Facebook的API 這些東西你會發現它只是一個REST4架構 甚至我們現在政府 它要去做Open Data 像是上次去查電子發票它的API 它現在也是REST4架構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 試著去瞭解這個東西 那你就可以不用 那你這樣就可以去利用一些 現成有的API 你就不用去做得那麼辛苦 去自己刻一大堆有的沒的功能 對 像是我們上次還發現了一個東西 它叫做MailGun 然後MailGun是 你送給它一個那個HTTP的指令 它就把你記憶封信出去 那你自己不用去做MailServer 不用去做MTP的驗證那些 你就丟一個指令過去 然後它就寄出去了 對 十分的快 好 那 就是 接下來那我們就稍微 剪接一下REST4這個東西 首先 REST4的話 它重點是在 它把東西的重點放在資源的部分 然後基本上REST4 它跟HTTP 跟FTP JJP結尾的東西 不太一樣 是REST4它其實你應該去把它看成 它是一種設計的風格 就是 你不用REST4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看起來東西會變得很醜而已 然後 在以往的話 我們要去全取一個資源 我們可能是 玩子之後問號 然後一個參數等於值 然後ampersen 參數等於值 ampersen 參數等於值 就會很混亂這種感覺 可是在導入REST4之後 可能 像是蘋果日報的那個網址 那我們就看到斜線 然後就看到說 這是哪一則新聞 斜線然後哪一則新聞這樣子 那它其實網址就會變得很簡潔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概念 那 在resource這部分 那我們可以去表現說 它可能是一組資源 或者是這個資源的 第幾項東西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HTTP 線程的方法 例如說GET 我可以去取出這個資源的值 或者是取出這整組資源 或者是poster 我去新增這整組資源 或者是我新增 單一個資源 put就是我去看這個東西 再不再 再到我就去修改它 不再到我就去新增它 或是delete 我把整組資源都刪掉 那這樣子我就不用說 像以前 我還要在ampersen action等於delete 然後action等於什麼東西 這樣子 讓它感覺亂七八糟 這個樣子 還有就是它可以去利用HTTP的一些原有的特性 例如說你可以利用HTTP的快取 對 那假如說我們在以往 可能 大概在修那個網路程式設計的課程的時候 老師會教大家自己去設計header 然後自己去設計一個控制stream 然後控制stream設計完之後 再去設計說那個控制stream前面怎樣 後面怎樣 那你的server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要廣播給client什麼事情 然後這些東西 你寫完這次作業就結束了 可是假如你用HTTP來做到 那你中間還可以偷偷再去夾一些HTTP的快取機制 那這樣它就會變得很有趣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它在測試的時候 像是捐HTTP的東西十分的多嘛 Chrome Firefox大家都知道 那不像是你自己再去開發一個新的Porticle 那你開發新的Porticle 你這一組專題裡面 四個人你要兩個人去寫client端 兩個人去寫server端 然後寫一寫發現兩邊寫好的接不起來 client端的罵server端 server端罵client端 沒必要嘛 所以那你用這個東西下去做的話 那既然讓你的server端弄好之後 你就是拿client端 擁有的東西就可以進行測試 就可以知道你的server端 到底寫的是不是正常的東西 就是大家說好的東西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因為時間可能有點有限 所以就是 介紹一下所有 就是它的那個一些範例 如果說我要列出所有貨品 我可能就是 送一個HTTP message HTTP request 它會講這樣子 然後查詢它 會可能就是這樣子查詢 然後 訂購到 可能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去配一個JSON 或是XML 然後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嘛 在以往的話 就是大家如果有去猜那個選客系統 它到底送什麼東西出去 你會看到選客系統 可能是一整張table 然後你的那個 7乘以10幾個東西 然後一大堆item 一大堆的value 就一次送出去 然後每個value 可能都還有說 你選的課號 自願序 然後加選退選 對這種東西 那你如果說用Restful的話 那其實你需要的參數 就變得很簡潔 那你測試起來 其實也會方便很多 好 剛剛突然就用JSON 那我們就來進行JSON簡介吧 JSON的話 它叫做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那它主要是一個很輕量級的 資料的交換語言 然後它可以支援很多種的資料格式 對 就是它簡直上就是用 Name Failure的比對 這樣子 好 那我就是拿一個很簡單的JSON做範例 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JSON的資料 那 這樣子 大家其實也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這一組資料它代表的是什麼 知道說這可能是某個人他的個人資料 那他的年齡是25歲 那他的地址在這邊 那可能在以往的話我們是設定說 這一個人的資料 他的前面0到15個byte是他的first name 然後從16到20個byte是他的last name 然後他的edge是一個integer接在後面 像是BBS的儲存格式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我們後來要去修改 之前FOMOSA的BBS的code的時候 我們想要把它從IPv4變成IPv6 上次登錄位置只有32個byte IPv6要塞28個byte 很難塞 假如一開始設計的時候能夠用這個方式 那我們就只要去把這個stream 讓它改一下位置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 然後他還有一個常常面拿來做比較的對象 叫做XML 那現在先 待會再把XML幫出來再做一下比較 那再來再講一下 他和XML比起來的話 他的整體資料量會比較小 還有就是他可以支援的語言的數量會比較多 那就是我們 基本上我們聽過的語言啦 他都可以支援 想要知道他可不可以支援 那你可以就是Google上去打JSON 然後把它點下去按搜尋 那就連到JSON.org 那他就會告訴你 他到底可以支援哪些語言的 然後 今天就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JSON和XML 只要XML會被批評的主要原因是 他在這邊tag的部分 會有點攏長 然後還有他在上面 還會再去加上一些 DTD的一些資料 所以會讓整個東西 像這樣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 一樣的資料 右邊這個比較簡潔 然後就讓他們可以表現的東西 是相同的 好 那就是DEMO影片的部分 這個想法一定是我們畢業專題的題目 然後在做我們專題的過程中 軟體的整合成了一個大問題 主要原因在於 不易找到又會開發手機APP 又了解電子電路的程序 因此 我們期許這個計畫 會是如同智慧家庭中的Android 成為結合軟體 以及硬體開發者的關鍵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玩一些有趣的東西 可是可能會對人體比較熟 對應體比較不懂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部分 是要如何把電路舉起來 像煮鋼瓣模型一樣簡單 今天我們要動手玩創意 會用到幾個東西 首先呢 是計電器的板子 那再來呢 會用到麵包板 麵包板就跟麵包一樣便宜喔 再來呢 我們會需要 呃 由網路晶片的模組 這塊板子呢 負責溝通網路與電路的部分 另外我們還會需要 還有另外是USB的電源線 我們還會需要幾條電線 還有另外是USB的電源線 還有一條網路線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動手玩創意啦 目前畫面上可以看到的是 改裝之後的電路板組合起來的樣子 旁邊接著一個插座 插座上連接的是110福特的IKEA的電燈 在裝置連接上之後 我們移到網頁的控制界面 按下交號後 以照對號控制的選項 做出相應的選擇 在這邊我們可以出入裝置的名稱 而下方可以出入相關的裝置資訊 按下ANU之後 裝置就會被新墊到界面上來了 黑色的區塊中全是JustLink 代表它剛被連接到這個界面 而左上方的三行資訊 第一行是這個裝置的種類 第二行則是剛才輸入的裝置名稱 第三行是這個裝置被新增上來的日期 而下方的白色區塊則是我們剛才輸入的裝置資訊 下方有兩個選項 左方是這個裝置的開關 而右方是將這個裝置 是這個界面上移除 接下來讓我們回到剛才新增好裝置的網頁界面 按下ON的時候 電燈就會打開 非常直觀的 讓我們按下OFF 電燈就會關閉 過程中 我們嘗試將想法和生活結合 希望能讓這個世界 因為我們的存在 有那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好 然後還有大概八分鐘 那就是 欸 我這樣把它掛 這是還有八分鐘 那 這是可能 好 進入QA之前 我應該可以來一下Live Demo 對 應該OK吧 那 這是 需要偽程幫我拿一下 對 因為Live Demo的部分 其實不確定 到底今天能不能上 然後居然 看起來狀況OK 就是把它試一次給大家看 看 上面有嗎 好 不是啊 照這邊啦 這邊螢幕就好了 對啊 然後就是 剛剛影片中 那個主角的ROAD燈 他很不幸的被我們 遺忘在住的地方 所以他沒有被帶過來 所以我們只好就是 欸 有看得到東西嗎 好 那 再幫我調一下他的角度 照這樣 照這邊這邊 看我手指頭 這邊這邊 對 沒照到他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那個 電路的部分 就是剛剛影片出現電路 它被擠成一團在這裡 對 然後 網路的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是把它接在筆電上面 對 另外一台筆電 然後因為我們目前的設計 我們考慮到說使用IPV4 它會去有要跨NAT的問題 會十分的麻煩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心意很 我們打算在這2K的東西上面 去實作IPV6 然後我們也很擔心說 到底能不能做得出來 所以就是同時錄影片 然後又同時去把這個東西implement出來 對 然後還好就是 有把它做出來 對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成果 然後 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說這個地方 還是我照這裡 算了還是照這裡 這個地方的話 這裡是網路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供電 供電的部分 我們是使用這邊 這一顆 是行動電源 然後讓它當作是一個5V的USB供電 然後這裡是計電器 然後這裡有兩條線 一條的話是連接到我們台下講桌 然後另外一條是連接到筆電 這台筆電的充電器 對 那我們就是再幫我把它照到螢幕 對 筆電的螢幕 看得到嗎 好 欸 有點左右反過來 對 好 那這樣的話 Live Demo不容易成功 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 對它去下一個V6的 那個 用CURL 這支程式 然後對它去下一個 那個V6的GAT指令 欸 有亮了 好 那這樣子也是看得出來 好 那今天亮了就是 它 我們筆電的那個 充電器 它被切斷了 然後切斷了它 就換到另外一個電源的profile 好 那切換電源profile之後 它就螢幕的那個亮度就變了 這樣子 對 好那我再下一次它的GAT指令 對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想說 假如我們可以在會場 把會場的網路 對它去放IPv6的RA 那這樣子 大家就可以 現場用會場的網路 下來看看HT 那個V6的GAT 只是 我們在前兩場Keynote 沒有成功辦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 它現在是用這邊 有一個USB網卡 就是 這裡有一個USB網卡 然後它去接到我們的電路 去形成一個 很小很小 只有兩個點的IPv6網路 這樣子 好的 那到這邊有問題嗎 各位 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就是把我們的 default問題拿出來用一下好了 就是一開始 我們自己在討論說 怎樣 大家沒問題的話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找來 自己想一些default問題 對 default問題 像是改裝這個插座會不會很貴 對 所以我們這邊整個改裝起來的話 其實像是Arduino 然後再加上 那個 Arduino板再加上那個 控制電路這樣組起來 大概是八百塊上下 可是基本上我們 這一群幾乎都是 那個 資訊的 就是學資工的 然後其實有一些 像是 要使用Arduino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 要使用機電器這件事情 是我們另外一個 機電器的同學 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這樣子用 那我們才知道說 要去找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假如說 在場 我看到一開始有講說 有很多是那個 台科大的 也許可以設計出 更好的電路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整體成本就可以降到更低 那再配合那個 網路上面 我們這邊 可能接下來 Gino的Code 我們就會把它丟到Github上面 讓它變成 Open Source的形式 那整體合作下來 那整個 成本就會降到很低了 然後再來是 會改裝插座 那 然後咧 可以做什麼 對 那 改裝插座完之後 我們可以想到的 一些比較直接的應用 是我們可能 坐在座位上 很懶得去關電燈嘛 那我就是 手按一下 然後就把它關起來了 對 然後或者是說 還可以再去改裝什麼東西 我們要在專題展的時候 就真的是太無聊了 所以我們就結合了minecraft 然後去抓紅石電路 然後有一個程式 叫做PHPminecraft 它可以去偵測到說 這個block裡面 有哪個方塊 它是被 它的狀態被更動 那這樣子 我就可以在minecraft裡面 去點一下 某個機關 然後它的方塊 就被更動了 然後被更動就牽連到 現實世界的東西 燈就給它亮了 然後給它 它通知電路再按下去 然後它又按了 這樣子 對 甚至說我們可以去玩一些 更有趣的東西 例如說 我們知道說 今天的 早上的日出時間是幾點 那我們就可以把 窗簾 就是在幾點幾分的時候 讓它自己升起來 日出時間 日落時間幾點 就把它降下來 或者是 當你每天都是用這個開關 按了按按按按按 按到 系統都知道 你待會想要幹什麼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玩玩看 AI的東西 去分析說 這個主人 每天幾點幾分的時候 會去按 那這樣AI自己知道了 那幾點幾分 主人不用按 它自己就會亮了 像是去做這些有趣的玩意 好 那 大致按到這樣子 對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 製作的團隊 OK 好 那就是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Pichu 有問題嗎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 就是你們的那個Web Server 是用Arduino下去做嗎 還是說那個 Arduino板子之外 你有一個重要的Server 是來管那些板子的 那個畫面很fancy的那個Web界面是另外的Server 然後Arduino做的東西 因為它只有2K記憶體 它基本上你連放一張圖片都沒辦法 對 Arduino上面做的東西 它就只是一個IPv6的HTTP Server 它收到了那個HTTP的指令 例如說HTTP的put 那它就把這個put指令 轉換成相對應的控制信號 例如說 我去put第一號電路 把它的regit值變成1 那它Arduino就會把這個電路 讓它輸出1 把它put的值把它變成0 那它就會把這個地方關起來 那藉由Arduino這樣HTTP一個統一的方式 那其他開發者 他就可以知道 他就可以自己去開發自己的那個 控制的程式來控制它 就不用說 像是我們現有的一些 廠商的解決方案 那你可能要送出一些很神奇的咒語 很神奇的自傳 例如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代表開第一個 前前後後代表開第二個 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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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